台海若開戰 各方如何接招 美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 公布2022年進行的兵推結果 CSIS以2026年解放軍入侵台灣為背景兵推 預計戰爭持續三週 根據兵推結果 台灣成功抵禦解放軍的關鍵因素 包括台灣軍隊必須抵抗 堅守陣地 美國必須立即干預 另外美國必須能夠使用 位於日本的美軍基地展開作戰 而要做到這幾點 CSIS建議台灣方面要加強陸軍實力 美國方面則要深化與日本的外交和軍事關係 並且增加遠程反艦飛彈的庫存 CSIS也強調最重要的是 讓台灣成為中共難以吞下的豪豬 提高中共入侵代價 台海開戰各國代價都很高 報告中提到美軍預計損失十到二十艘軍艦 兩艘航母 兩百到四百架戰機 大約三千名士兵死亡 中國則預計損失百分之九十的兩棲艦隊 五十二艘主要水面戰艦 以及超過一百六十架戰機 人員方面地面戰將造成七千人傷亡 其中三分之一死亡 海上則有一萬五千人傷亡 其中一半死亡 增加威嚇力不止從東北亞下手 菲律賓媒體報導 美國可能在菲律賓最北端 離台灣只有一百四十一公里的雅米島 進行大規模美飛經驗穩固印太局勢 三里新聞 劉絕宇報導